涉及关键战略领域,拜登又要对中国下手 硬碰硬也是一种选择 据彭博社报道,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项 针对中国关键战略行业的关税措施 也就是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等行业征收新的关税 实际上对拜登政府的计划我们并不感到陌生 因为早在几个月前就有消息传出 美国打算在这个领域对中国下手 早已经进行谋划了 现如今这项计划只不过是浮出了水面 即将进入实时阶段 从这个消息来看 美国政府显然把矛头对准了关键领域 因为上述领域都是中国的强势领域 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处于领先地位 假如美国想要阻止中国发展 就必须在这些战军主导优势的领域进行狙击 从美国的做法来看 比较符合我在之前在节目中的分析 对华半脱钩才是美国最新战略 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 美国的精英阶层很清楚 中国和美国已经密切相连 想要全面脱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为了打成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也不能让中国好过 所以只能实施半脱钩的战略 然而半脱钩战略也是要讲究策略的 因此美国政府的策略 就是从电动汽车 电池和太阳能设备 这些行业征收新的关税 在这之前 美国已经在半岛体芯片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一连串的打压政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前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针对中国的海事物流以及造船业发起301调查 不除以外的话 接下来美国针对相关领域的打压政策也会接冲而来 话又说回来 既然我们已经把握住了美国方面的想法 那么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时 其实不用过多的在意 该强硬反击就应该强硬反击 美国现阶段是不可能与中国全面脱钩的 目前来看 我国采取的策略也是对等反制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以及个体 中国就反制裁美国企业以及个体 甚至在关键的原材料领域进行出口管制 限制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获得这些关键材料的渠道 就拿西土来举例 这是重要的战略原材料 可以应用到科技尖端领域以及军工领域 而中国是全世界第一的西土出口大国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进口 在美国大力打压中国的背景下 如果能把这张牌打好 我相信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 而像西土这样的重要原材料 中国还有很多 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总之呢就是一句话 美国想要玩硬的 那么可以硬碰硬 否则一致容忍下去 还真以为中国好欺负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